嗨,欢迎收看,我是叶峰 回国刚三天,要去另一座城市 原计划的航班买不到合适时间的机票 于是就去高铁站试试运气 没想到,沾上高铁关键词 我总能运气好到爆的摊上点事 我们从深圳高铁站上车的时候 有个男人在车厢结合部站着,并未往里走 等我上车后,直接站在我身后,跟着向前起 我已经到了自己座位附近 于是站在边上,让出过道 没想到,他借口人多,直接往人身上蹭 我的两只小白鞋,一脚一个踩到我 精准无误 于是我明白了对方用意,直接推开他 他借口我推他,破口大骂 脏话不堪入耳,还颠倒黑白说我踩他 而且那种邪恶和调戏的眼神 目不转睛地直视着我,嘴角含笑 还对我放话说,有胆子,咱们现在下车说 听到这话,我忽然乐了,回答说 好啊,你废掉一张票,我废掉三张票 我认了,一起下呀 于是不长眼的他,才看到我身后两个肌肉男 一个是我先生,一个是我13岁却比爸爸还高的儿子 不作不死,那就没我什么发挥的余地了 有我先生控场,一不动手,二没粗口 但气势十足,很容易便压制了局面 叫来了警察,拉对方去餐车问话 中间又一位周遭有很多乘客给我们作证 此人前半截的叫嚣,瞬间消失,连连求饶 警察问我诉求,要钱还是道歉 我说什么也不要,八小时车程,请勿让他出现在这个车厢 因为一旦他回来坐下,满脸就会写着 这不就没事了吗,你能怎样的表情 我怕我家那位会瞬间开大 警察则更绝,给对方两个条件 一,跟我们八小时后到站下车送警局 以猥亵未遂罪收押 二,下一站最近的广州下车 重新买票回家 对方连连求饶卖惨 说又不想进警局,又没有钱买第二张票 警察顺势说 那第三个办法就是你蹲在车厢结合处 没有座位也不许离开 八小时不惹事,到站,自己下车 其实我看得出第一条是警察在虚张声势 程度根本没严重到要坐牢 但这样能迫使他接受第三个办法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 这件事情到此结束 类似的事情虽然遇到的次数不多 但有人撑腰心里踏实 也不至于乱了方寸,并没有让我多愤怒 而不能平静的心情,却是事件当中看到的众生象 当车厢中爆发冲突的时候 请留意,这不是关于座位的利益之争 也不是关于公德心的礼貌之争 而是正义和邪恶的正面冲突 是面对恶行没有退却的行为 但仍旧有一男一女分别在不同时间 让我们稀释宁人别再计较 说没多大事,闹什么闹,别惹事 这种声音,我听得多了 看看身边的景观 对方也是一个无语的小表情 刚好回过头来对上我的视线 于是会心地笑了笑 有些人,当自己利益没有受损 却总喜欢抗他人之铠 让受害人收手 而不是让作恶者收手 为什么?因为怂 而且还不想被人看出来怂 惹到好人的结果 总比惹到坏人的代价要小得多 还能顺便刷一波存在感 又怂又想要立人设 实在是可悲又可怜 这里用一个当下流行的新词比喻 就叫PUA 也叫道德绑架 看似触发点很公道 实则只是故作姿态 惊鸿一瞬 处之则逃 再则我在想另外一种可能 如果我独自出门遇到这种情况 会不会像今天这么理直气壮 答案是不会 没有男人撑腰的时候 我很知道怂字怎么写 记得有次独自坐电梯 发现有人吸烟 平素遇到这种事情 一定会指责对方的我 当时一句话也没说 只是发挥了我心肺容量的 最大憋气功能 持续运功到我的楼层 然后下电梯 原因很简单 因为我一个人打不过 我们一直在追求男女平等 甚至在很多层面上 中国的男女平等表面文章 比国外强多了 只是每每遇到这种状况 女同胞们会瞬间被打回原形 无处可躲 所以当年 我在国内还有在边工作的时候 这个男人风雨无阻地 接送了我八年 因为他明白 这个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 明白黑暗面的颜色 不是黑色 而是惨不忍睹 根本 睁不开眼 看不见颜色 这件事因为我在国内 无法更新YouTube 所以先发了小红书 没想到很多姐妹私信我说 太解气了 说自己独自的时候 遇到怎样的类似事件 但我只能共情 无法提供帮助 这种事情真的只能各凭本事 而这点才是最可悲的 毕竟 其中很多是年轻的后辈 阅历不足 而警察呢 也不会凭空导向一方 他会根据你的外表 来判断社会地位 根据你的语言 逻辑 来推论你的人脉关系 当决定导向你的时候 会一方面私下告诉你 这件事深究起来 会有多麻烦 让你选最简单的方案 一方面会向另一方 夸大事情的严重后果 迫使对方就范 而我 只是恰好知道 这些路数而已 复盘这件事的关键点 在于自己有难办同行 并发挥作用 一 如今警察胸前 都有监控录像 所以一不动手 二不粗口 占据有利舆论 做人的架势一定要有 但拳头最好不要达到 二 警察在乎的是 不能把事情闹大 闹大了 他就无法正常下班 要写报告 要审查案情 总之一个全程配同 而且还有可能 被上司批评说 没能力掌控局面 所以我先生没有得理不饶人 只明确提出一个诉求 不允许对方 回到和自己同一个车厢 否则 见一次 揍他一次 而作为调解的警察 为稀释宁人 就会转身 找过错方的麻烦 这就出现了 之前文中说的 发配车厢结合处 蹲着不许离开的状况 三 适当释放自己的价值 社会地位 人脉关系 当然 之间有用的略微提一提 签好就收 所以这就回答了 有的小妹妹说 自己单独遇到此类事件 能不能扮委屈 搏旁人战队来救自己 答案是不能 因为旁人救你 最好的结果 也只是终止恶行 却无法帮你出气 警察也不会 除非牵涉到自身利益 而你的委屈 还在那里 并且好久一段时间 无法释怀 落定以后 我先生感叹 说在国外生活 这好几年 好人太多 没有发挥 这方面心计的空间 能力受到了束缚 大打折扣 也是一种遗憾 我说 那你要回国生活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吗 他说那还是算了吧 如今在国内 即便是坏人 坏的也没什么技术含量 实在是无趣 我是叶峰 不算刻薄 也不够善良 不惹事 不怕事 这是泥潭生存法则 点不点赞 你随便 咱们下个视频见